热门景点网红点人太多老是拍不好反反复复不能根治 看完这期视频学会打卡技巧上班不怕迟到周末轻松拍照 从此以后你就是打卡高手 大家好我是尘猫 这次拍摄的地点是一个网红点 佛山的坟草在公立的公园要预约免门票 今天就来讲讲如何在一个网红打卡点拍出高大上的照片 人山人海拍出室外桃源的感觉 这是对摄影硬实力的考验 够硬我们就开始吧 用三自觉来表达今天的中心内容 中长焦 错高峰 上高地 蹲草虫 带前景 仰天空 用特写 星掏空 中长焦 错高峰 这次使用富士XT4加为拙式561.4 中长焦镜头视觉收窄 配上1.4大光圈背景虚化 室外首选焦段没有之一 错高峰 我们选择了早上9点赶上公园的开门时间 没有盲目追求黄金时间 网红点就是要早射 错开人流高峰 这也是为什么画面中看上去很少人的主要原因 还用上了反光板避免被阳光直射逆光补光自然顺畅 上高地 蹲草虫 拍照和打仗一样 占领高地很重要 我们所在的位置处于小山丘上 高地是阳光充足 背景干净 没有高地的场景 可以让小姐姐站在石头上 椅子上 桌子上 提高海拔 在高地上 我们让小姐姐蹲在坟草的过道上 路人左右为难 坟草前后夹击 背景填满坟草 营造人在潮海的感觉 早上摄影人少的优势就全部体现出来 没有路人为难 只有坟草夹击 至于到底是站起来还是蹲下来 主要由背景决定 带前景 仰天空 用特写 心掏空 构图上尽可能带前景 前景遮挡 背景填满 前景的遮挡增加层次感 背景的填满配合中长焦的奶化 夫妇何求 仰天空 利用好角度把天空带上 采取低角度仰拍 带天空的好处就是 哪怕在第四第一的位置 也能拍出很干净的画面 用特写 特写是一种避开拥挤画面的方法 让小姐姐的身体和脸都充满画面 庞大的身躯阻挡了稀疏的人流 特写真的太美了 每次看到小姐姐的特写 我都感觉自己从久治不遇变成突然根治 身心都被掏空 是初恋的感觉 最后拿自己拍的做壁纸 对小姐姐的肯定 也是对自己的肯定 自己动手夫妇何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